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女主从另一边的台阶上下来的时候 导演给的由远到近的镜头慢慢拉近 渐渐柔和的灯光就像是给观众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滤镜 那种日系电影独有的少女感 我想国内电影和电视剧要学习的不只是日本演员的眼睛 还有他们对于滤镜和镜头的运用 那种可以放大全身优点的滤镜 同样的因为这种成熟女性的魅力 小奶狗当然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段进击烈 女主开始变得疯狂 利用权限去骗取老人们的钱 和自己的小奶狗享受人生 最后公泽理会奔跑的那个镜头 也的确使整部电影的情感达到了高潮 有时候实在不能理解对于日本女性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 甘愿冒这么大的险只为了追求虚幻如泡沫的爱情 电影前半部分过于清冷的色调 其实也正是暗示了女主前半段的人生 无趣 灰暗 没有激情 和丈夫无聊的婚姻甚至快要击垮她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太出现了 电影的色调也开始温暖和明亮 她仿佛是生活中的丘比特 给女主带去了她梦寐以求的爱情 尽管她并不现实 尽管这更像是一场白日梦 可是她还是沉醉了 并且显得更深 比起爱情电影 这部电影更让人觉得崩溃的 是那种对于现实的压迫感 它将我们带入到那个美好的爱情世界 我们甚至开始相信这种爱情是不是才是正确的 然而就在这时 导演让我们心疼的女主开始犯错误 应是生的将真相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是啊 这个社会对于女性 总是没有那么多的平等可言 整部电影其实也有暗喻日本女性地位较低的现象 相片中女主拥有着良好的教养和学识 并且拥有一个比较得体的工作 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不曾拥有过的爱情 便要受到这个社会的唾骂 女权平等一直是这个世界上许多女性 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这部《纸之乐》也不仅仅是一段不伦练 而是女性在新时代下对人权的抗争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绿影时光